大家好,我是文盾,喜歡玩的遊戲是寶可夢珠子喔 我又遇到一隻異色呆可獸了 這是在另外一個點,這應該也是蠻明顯的,哇被擋住了 這個畫面可以啊 這個點比較好刷,上一個有夠難刷 欸我是不是應該先講位置啊,還是沒差,讓我先抓一下 那一樣就是刷大量出現刷到有嘛,然後打60隻呆可獸,增加異色機率 然後就野餐刷喔,這個可以野餐刷舒服很多 可是,還是會刷到一些其他寶可夢啊 如果沒有吃那個等級3的閃耀力料理的話 我再刷好像平均9隻左右吧 沒有到15隻 自我暗示是什麼 複製能力變化 哇,9隻也可以啊,至少比 上次那個點好多了 咦我這刷了多久啊 好像 半個小時左右啊 欸我忘記了欸 我刷到那個 上一隻就過來這裡刷了 然後 花了一點時間找一下有沒有哪個位置好一點這樣 喔,第二隻 一色呆可獸,Ghetto Dazze 圖鑑還要再看一次嗎 應該不用了嗎 啊,不管再看一次 硬要看 喔,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紫色嗎 很紅變紫色 然後殼的顏色也不一樣 這應該要認錯不容易啊 又很大一隻 然後目前抓到了 喔,上一隻是那個麻麻曼 ok 第二隻 異色呆可獸 然後這邊的話 我是 跑到這個 平的地方刷啦 其他 你找找看有沒有 欸好像這樣講不到 要先講地點 他這個大概在那個 雙魔之手下 欸 他不就在 在那個第四個點喔 是吧 那個有一片那個 呆呆獸的 異色的 找的 攻略的 第四個點 雙魔之手往下 你也可以走那個 亮望塔 這邊應該 從雙魔之手跳下來就好了 啊之前那個 呱唧點在這邊 所以可能走亮望塔好一點 不然跳下來有時候會跳過頭 然後在這的話就 找個 你可以 刷到最多隻 呆可獸的地方野餐喔 那地形有一點不平 可能要找一下位置 我大概是在這邊刷啊 那 會刷歪喔 有時候會出現別的寶可夢 像這邊就多了一堆臭幼 臭幼鋪跟一隻臭幼坦克嘛 就少了五隻的 五隻的份額 他好像 一個畫面頂多刷十五隻寶可夢出來 那就在這邊野餐一直刷喔 欸 啊旁邊有人啊 站得離他遠一點 有野餐刷嗎 他如果要機率高一點的話 可以吃一下等級三的閃耀力料理喔 沒有吃的話 我記得打完六十隻 然後有閃幅的話 是八百多分之一 有吃的話是五一二分之一 然後這邊有一條河喔 裡面也會刷 所以我是覺得 離這個河遠一點的地方 野餐會比較好 不然你就要往那個河裡面看 也是有點小麻煩 好吧 那大概這樣 就找個 能刷最多隻呆咳嗽的地方 野餐刷嘛 這邊比上路點好太多了 好 那差不多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